第八章 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走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在这里我们见到 主耶稣冒着的生命危险 在这里做这个活剧 就是他们去阅读 这个诗篇120篇至134篇 上行之诗的时候 主耶稣会说这段的话 实际上如果我们想了解 更多关于这段经文的意义 我们就一定要对主耶稣出生之前 的一百年的历史有少许认识 就好像现在我们数到一百年前 大约是1900年代的时候 原来大家都同样有一件事发生 原来主耶稣基督 他出生之前的一百年 就好像我们现在数到一百年前 关于信仰都有一个很有趣的活剧 在主耶稣出生之前的一百年 马他提亚为了抵抗罗马 和其他宗教对以色列人的腐蝕 所以他坚持建立了法利作人的体系 当时可以说是好的 他是把这个体系使得以色列人 坚持了他们的旧约 他们的信仰 甚至按着他们的感动 在这个已经建立了千多年的七个节旗的仪式当中 他们在住棚节加了两个仪式 两个仪式 一个就是电水礼 一个就是点灯礼 两个都是很简单的理由 理由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要由点灯去讲起 原来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书的时候 他说到神的荣耀是其实离开了圣殿 离开了这个当时的约柜 所以他们没有了神的同在 因为他们行神汉为毁坏可憎的事 但当神的同在离开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神的祝福就离开了 在买基书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根本在饥荒当中 他们根本没有了春雨秋雨 所以于是在主耶稣出生之前的一百年 他们就求神贴下两样东西 分别他们就为日头和夜晚设计两个礼仪 这个电水礼就是为了求神再次降下春雨秋雨 但当然神降春雨秋雨因为神的同在离开 所以夜晚他们会有个点灯礼 就是求神的荣耀再回来 或者你会说 那为什么要放在住棚节呢 因为住棚节就是神与人同在 神与人同住的一个节日 住棚节就是慧莫节 就是代表了神的极忠心意 就是说人终于可以在神的荣耀底下生存 但慧莫其实就是预表这件事 主耶稣基督为了回应这个这么有趣的一百年的历史 他就作出这个活剧 但慧莫有偶就是我们现在接近煮回来的年代 就数回我们一百年前 灵恩又再次开始披复 在这个时代 我们知道1900年开始灵恩出现 接着之后这个活水根本是有增无减 去到今时今日我们享受在当中那种活水光河 是前人简直未想象过的 是一百年前完全未想象过的 但会不会就是我们真是 就好像主耶稣我们现在读着他人生里面最后一个住棚节 其实我们现在要进入人类历史里面最后一个住棚节呢 因为他讲的诗篇就是我们现在将要进入几年之后 就到了一个年代 好了 讲回主耶稣基督他回应这两个的礼仪 就是借着两个的活剧 第一个活剧 你会看到就是主耶稣讲到关于活水光河 这个教导一药风一 根本由第三四章已经开始讲起出来 但是接着主耶稣基督他第二个活剧 就回应这个光 他甚至用这个一出世就抹眼的人 让他见到生命的光 是作一个对比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这个活剧 为我们带来的人生意义 主耶稣这个活剧就代表了神回应他们的祷告 神会让这个春雨秋雨 就在生命的活水淋到 但是不过这个活剧牵涉到的年份 在今天就是我们将要踏进的年份 就是2013至2018年 但是神也同样借着主耶稣基督回应 他第二个礼仪就是点灯礼仪 就是神的永远会再次回来 但是我们要记得 第一次他们是因为行为 说可憎而导致神的永远离开 但是究竟神的永远再想 会是怎样呢 会对很多根本 未曾预备好的人 是大祸临头来的 因为神是列伏 神是会击杀的 其实 说到关于神的同在回来的时候 希伯来书第12章 就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形容 是我们真的要去警醒 我们要去预备 免得好像那些全部 未预备神会回来的人 他们没有离开自己的罪 和软弱 但是一味又求神回来 因为希伯书第13章第25节 开始说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气绝 那向你们说话 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境界 他门的尚且不能逃罪 何况我们为贝勒 从天上境界我们的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众之物都要拿去 使那笔被震动的常存 即会有一天神的审判 他回来的时候 这个震动 这个审判 这个激打 是带到那个阶段 不是那些普通柴娃娃 想着等候神回来的人 可以想象得到 第18节 他跟着说 所以我们记得了 不能震动的什么 这个国 又是说天国的 这个讯息 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誠敬慰的心 是奉神 记住 跟从神其中的第一步 的步骤 就是是奉神 所以想着 如果你想着信主而已 你不是奉神 我不是说全职那种侍奉 我说就是 你将你的生命献上 去服侍 去侍奉神的侍奉 如果你不想着 去侍奉神的话 那你就不用 只要在你离世之前 预备去迎见你的神 因为他说 所以我们记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照神 所喜悦的用虔誠敬慰的心 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所以 圣经已经警戒我们 就是说 我们是等候神回来 我们甚至预备神回来 或者我们预备 我们离世之后 我们上天堂 但我们有没有想到 就是我们这个神 是一个烈火来 希望神的同在临到 我们希望我们在住棚节的时候 遇到神的同在的话 但是其实神的同在来到的话 对于很多 那么大上头的人 对于人类历史来说 是一件大事 并且是七年的大事 是称为大灾难 所以主耶稣基督 要开始七个节旗的余节 但是同样 主耶稣基督会结束 七个节旗的住棚节 因为圣经说 主耶稣基督会脚踏橄榄山 整个程序 他回来都是和住棚节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 在当时他所作出的审判 是多么可怕 所以我们要预备迎见我们的神 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到 哪些人是可以预备迎见神的呢 不是只是信神的人 是跟从神的人 约合法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在身上活着深渊是风 为你风情 还经过试探 人有挫折 每天跨城 我今上教你 按理带你 决心要背起世界人 要真意敬拜 愿我去思 青春的美女 踏上熟悲 四风历程 转上船开 深深响逸 我身里梦在空空情 涌化了浪 冰 尽意尽心 准力尽声 无爱情真 显出终点 骑我献想见他活彻 远出光阴 一生奔跑 光分落境 一生奔跑 一生奔跑